朋友们好,今天给大家看两颗正在盛开的卡特兰 卡特兰要把它养开花呢,很不容易 我这里呢,正好呢,遇到了有两盆正在盛开的卡特兰 它们的状态呢,现在是非常不错 这颗黄色的有一朵花,它的一个花瓣上 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像枯萎的痕迹 可能是我想是因为它换了环境有一些不适应吧 因为这两朵呢,都是拿到我家里以后才盛开的 那我觉得就是换了环境以后,它有一点不适应 这个花苞打开呢,有一朵很完美 另外一朵呢,就有一点点像是受伤了 不过呢,其实呢,这些花呢 卡特兰开花以后,花期呢,并不长 要想就是让它的花开的完美呢 只有通过自己把它养开花 才有可能享受到完美无缺的花 那养开花呢,就得要靠它的心芽 那这颗花的心芽呢,还挺小的 刚刚米粒那么大 不过,我相信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应该长得挺大了 那再经过一个夏季 那我就期待呢,它的心芽到深秋 或者是现在这个冬天 刚刚开始冬天的时候呢,它能够复花 一年,能复花我就很开心 这是另外一颗 它的花色呢,是奶白色的 我拍的时候呢,因为打了灯光 是植物灯的灯光 这个季节呢,室内的灯光呢 必须要用起来 不然的话呢,植物光照就不够 拍照也不够 那我就干脆用植物灯的这个光照呢,拍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像这个奶白色的这颗卡特兰 也非常漂亮 很雅致 它的唇瓣是淡淡的黄 边缘有一点点粉色 它的状态也很好 叶子都很漂亮 很健康 我觉得它呢 其实是我 目前拿到手的卡特兰当中 最健康的一颗 最强壮的一颗 应该这么说 最强壮的一颗 而且花也开得特别美 不过呢 它目前呢 还没有看到有新芽出来 只是看到它的杆子呢 很强壮 在底部呢 圆圆的 很薄的样子 这种饱满呢 就意味着 不久的将来 等花凋谢了以后呢 它会从饱满的那个部分呢 发一个新芽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呢 能够让我拥有的卡特兰 能在明年 这个时候开花 但是我会 努力的去尝试 我呢 之前呢 在蓝展上 今年二月份蓝展上 买的几盆卡特兰呢 是小卡 但因为我养护经验不够 另外加上 它们都是裸根 我在它们的新根 长出以后呢 养护的方法呢 可能并不都是很正确的 所以 虽然有一两个 长花翘了 可是 如今还是没有花冒出来 那 我现在 希望呢 我这个 不是裸根 买来的卡特兰 期待呢 它能够呢 长得更好一些 因为它不需要 再花时间去 把它的根 恢复过来 那只需要呢 就是 它的心牙 能够发育良好 长得比较壮实 那我明年呢 就有可能 能够看到 它们复花 就这么期待吧 好的 谢谢大家的欣赏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与点赞 我们下期 再见